好久不见的华尔街焦点又和大家见面了 正如华尔街电视频道的其他节目一样 华尔街焦点也在进行着改版的策划 未来华尔街焦点也会有一些新颖的变化 这里也期待各位观众的支持以及意见 话不多说先来关注这一期的焦点 这一期华尔街焦点关注世界紧盯中国境内的疫情发展 美国刚刚宣布2023年1月5日起 所有从中国出发的两岁以及以上赴美乘客必须出示 新冠检测阴性结果 稍早意大利方面则称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游客进行强制检测 美东时间2022年12月28日的下午 美国宣布从美国东部时间1月5日12时01分起 所有从中国出发的两岁及以上赴美乘客 必须出示新冠检测的阴性结果 测试需在他们离开中国香港和澳门两天内进行 该规定适用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第三方转机至美国的乘客 同一天稍早 意大利卫生部部长奥拉奇奥斯基拉奇在一份相关声明中宣布 意大利已决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强制检测 奥拉奇奥斯基拉奇称 这项措施对于保证监测和个别化可能的病毒变体 以及保护意大利人口是至关重要的 而根据路透社在12月28日发自意大利米兰的消息 意大利卫生部部长奥拉奇奥斯基拉奇还表示 意大利已为所有来自中国的游客 订购新冠抗原试子和病毒测序 中国目前病例激增 意大利是该病毒在中国出现后 于2020年2月遭受重创的欧洲的第一个国家 米兰的主要机场马尔彭萨机场 已在12月26日开始 对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旅客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几乎有二分之一的旅客被感染 此前一天 美国官员曾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 对从中国入境美国的旅客 采取新的检疫防范措施 在中国政府决定 近三年来首次对国际旅行 重新开放边境之后 中国的出境机票销售猛增 这些美国官员不予详细说明 政府正在考虑哪些政策 但他们在12月27日指出 日本和马来西亚的做法 是美国可能出台措施类型的潜在范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本周周二曾宣布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迅速蔓延 日本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 在入境时接受落地检测 结果虚伪阴性 其中一位美国官员称 美国正在遵循公共卫生专家的科学研究和建议 与合作伙伴进行协商 并考虑采取类似措施来保护美国人民 中国在本周一决定从明年的1月8日起 结束对所有入境者 这包括回到中国的中国公民的隔离要求 并取消大部分核酸检测要求 这取消了中国政府为了清除新冠病毒 和正在席卷中国14亿人口的奥米克戎变异株 所采取的最后上存的一项主要措施 中国海关民航局也发出通知 取消了多项防疫措施 其中包括12月28日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 自2023年1月8日起 取消入境人员全员核酸检测 所有入境人员均需向海关申报 入境前48小时内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海关对于健康申报且正常且口案常规检疫 无异常的入境人员放行进入社会面 对健康申报异常或出现发热等症状的入境人员 根据排查情况实施分类处置 第二个就是相关省自治区按程序分类推动 边境口案有序稳妥恢复恢复开通或客运 第三就是自2023年1月8日起取消 所有进口冷链食品和非冷链物品 口案缓解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检测 检测等措施 还有一条就是12月28日起 中国民航局官方网站消息称 自2023年1月8日起 实施恢复国际客运航班工作方案 具体规则则包括不再对国际客运航班 实施五个一和一国一测等调控措施 中外航空公司按照双边运输协定 安排运营定期客运航班 逐步恢复受理中外航空公司 国际客运包机申请 2023年下秋航机完全恢复至 疫情前的流程及要求 按照疫情前流程恢复受理入境公务机申请 取消四指定四固定 两集中等防控要求 不再定义入境高风险的航班 取消入境航班75%客座率的限制 取消入境航班涉及机场及相关入境保障人员 国内和国际机组闭环管理 入境检测监测和入境隔离等措施等 与此同时 此举意味着中国像多数主要经济体一样 不再试图将疫情控制在境内 也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可能输出新变异柱的担忧 就在12月28日 中国香港也宣布取消所有入境人员 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要求 自12月29日起生效 这也是香港新冠防疫政策的最新放宽 香港政府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 香港还将取消疫苗通行证安排 目前香港市民在进入一些公共场所时 需主动出示疫苗通行证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 香港政府将继续推动疫苗接种 提高疫苗接种率 他还称香港希望在明年的1月15日前 恢复与中国内地的通关 李家超说香港有足够的新冠抗疫药物 他还补充 目前香港的疫苗接种率很高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 有近95%的香港人至少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 有83%的人已接种过第三针 随着中国人前往边境口岸病计划 加倍长期延迟的家庭团聚航班预定量激增 商业团体和经济学家称赞这一宽松政策 是恢复对中国前景信心的重要一步 在微博上法国驻华大使馆就写道 中国朋友们 法国张开双臂 欢迎你们 多国则在这段时间宣布收紧 中国游客的入境措施 日本方面自12月30日零时起 所有来自中国的游客入境时必须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过去7天到过中国的游客也涵盖在内 检测结果为阳性者必须入住设施隔离7天 无症状者隔离5天 所有阳性患者必须进行病毒的基因定序 以掌握变异柱的情形 另外来自中国香港澳门的直达班机 景线起降 东京的成田 雨溪 关西 中部等4座机场 航空公司也不能增加班次针对日本的新规 香港政府在12月28日表示已要求撤销限制 新规实施之后 香港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仍能从日本各地机场载客返港 而在韩国方面 南韩疾病管理厅在12月21日就指出 12月16日起已将中国列入检疫查验重点国家名单 这份名单并非限制入境 而是在仁川国际机场的检疫阶段 对感染风险较高 需要集中管理的对象 加强新冠筛减措施 一般来说 入境时体温超过摄氏 37.5度者就会被归类为有症状者 重点检疫对象的标准则是 降至摄氏37.3度 因此来自中国的旅客 体温若超过37.3度 本人及同行人员都必须接受PCR核酸检测 而在印度方面 印度政府在12月24日宣布 来自中国 日本 韩国 香港 泰国等 5地的旅客 落地时必须进行PCR核酸检测 才能入境 出现症状或检测结果 呈现阳性者必须隔离 亚洲的另一个国家 菲律宾目前尚未对来自中国的 游客收紧入境的措施 不过菲律宾交通部部长 鲍蒂斯塔在12月28日表示 菲律宾在迎接大陆游客 来时应该非常谨慎 他说菲律宾有可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 实施病毒检测 但不会完全禁止游客入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汪斌 在当地时间的12月28日称 个别西方媒体刻意炒作 甚至歪曲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 他指出目前 中国的疫情形势发展总体 在预期和可控之中 北京已最先过度疫情高峰 又称中国必将赢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在12月28日的中国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 指近期个别西方媒体声称 中国抗疫失败 汪文斌则回应 有关论对要是充满偏见的炒作抹黑 和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 既经不起事实推敲 更与真相背道而驰 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 不会被他们带节奏 他指出中国已顶住一轮又一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冲击 有效扛阔病毒最猖獗的艰难时期 汪文斌还说 个别西方媒体对他们所属国家经历的 诸多防疫乱象和付出的沉重代价 避而不谈 这完全是双重标准严重违背 新闻的职业道德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